9. 承報、跨大癌症病情醫療保險取2.7億美醫生化療騙遣遣判酬45年 2015年7月12日國際A11 酬名超著的美國底特律黑森醫生法女德法塔Dr. Ferrit Farcher 週五十日 被判入獄45年,謝意未睬,年五十歲的他或將在監獄度過餘生 但對於遭他蒙騙接受過度化療的553名患者來說,這可能遠遠不夠 腫瘤醫生法塔在大底特律地區曾頗有名氣,無數患者無名前來就診 然而,法塔完全喪失了作為一名醫生的測忍之心,反而以此謀利 本部國際早報道判法塔45年監禁的地區法官保留博曼當天 判斥之為煉人毛骨悚然的系列犯罪 據稱,在2013年被捕之前,法塔對553名就診患者誇大病稱 脅迫他們進行不必要的治療 其中有些人根本沒有患癌症,這些過度化療使患者遭受不必要的痛苦 甚至嚴患病情,劉彩散說罪惡太多而法塔卻向政府和醫療保險機構開出了約3500萬美元 約2.73億港元的帳單,他承認其中有1760萬美元 約1.37億港元的所謂治療根本毫無必要 當天在法庭上,法塔手道公開向受害者道歉,他流彩散說我的罪惡實在太多了 並稱自己因貪婪和名來導致自我毀滅 法塔向法官求情,但檢察官卻提醒法官注意 那些受害者及家屬所要終身承受的痛苦 此前,檢察官要求判處法塔175年監禁,欺騙護律師則請求僅判25年 本案的部分受害者當天穿喘應從眠 A.出現在法庭,似圖想說明這是法塔最後一天看到太陽 他們對於本案的判決並不滿意 有人甚至說法塔的眼淚是作騷,利用病人信任及焦慮 艾倫皮女傑恩的老父親因為肩部的一個腫瘤 被迫涉入過度大劑量藥物而飽受寂寞 艾倫皮女傑恩為父親叫屈說 他利用我們的信任、恐懼和焦慮 當天的宣判之後,法官表示 還將再舉行一個聽證會議決定經濟賠償